大家教一教大家如何處理這些數 表面上它就是給你一個正方形 然後告訴你這兩條邊是相等的 就是找E 表面上大家要很難做的 大家要確定有一點就是 遇到題目的時候有三個選擇 你可以用simple拼裝做 例如Angle Similar Triangle 去找出這個所謂E 或者這個所謂 Similar Triangle去找 第二種就用Tengen,Sys,Cos,直角三個形 最後一種就是Sys,Law,Cos,Law 而這一條就剛好是用Sys,Law,Cos 為什麼我知道呢 首先來講給你一個正方形 首先要先把A填上去 很多學生沒有填到的就很蠢 填之後就完結了 你還要把兩條東西是一樣的 加兩畫下去 然後你看到這個其實是一個對角線 可以利用直角三個形成對角線 開放E over A 因為這一塊有,這一塊有 就畫這三個形成出來 畫完這三個形成出來之後 你發現了有E,有兩條邊 那就可以想起什麼 現在它不是直角來的 就是想起Sys,Cos,Law 所以最後用Cos,Law,Cos,Law做的 還沒完 那計完這條之後 我下一步怎麼做呢 就發覺都計不到 因為沒有支兩隻角 那有什麼美用呢 平行線未用 那就是暗示什麼呢 要用平行線 那平行線呢就怎樣用呢 首先不可以上高體 你老師厲害就可以上高體 你一般學生不擅長的 所以怎麼辦呢 不要上高體 把它拆出來 把兩條平行線拆出來之後就變成這樣 兩條平行線 那一條線踏下去 一條線踏下去就形成E角 所以形成E角在這裡 E角就等於E角 那這E角呢 等於這隻E角 然後另一條線 這兩條平行線 就踏了中線下去 那踏了中線下去呢 你又發現了 這條線是45度的 那既然這個45度的話 那這個也45度 這個45度 那這個也45度 那這個也45度 一隻大角呢 就剛好是這一隻角 就是190度加45度 而這一邊是45度 減E 那我有了這個沙啤之後 就可以用沙啤做完它了